接下来在遗传的性状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遗传呢 主要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所有的蓝色体呢 总共分成两种 蓝色体呢分成体蓝色体 跟性蓝色体 那体蓝色体呢又分成两种遗传 一个是体蓝色体的显性遗传 比方说那个对偶基因是大A的部分 一种呢是分成体蓝色体的隐性遗传 比方说那个蓝色体是小A的一个部分 性蓝色体也分两种 一种就是S方面的一个遗传的一个疾病 那这种我们就是X蓝色体的一个性脸遗传 那另外一个就是Y带的一个疾病 那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有 有谈到过就是 只有出现过比较常见的就是 耳朵里面的一个多毛症 就是俗称的让人 那所以只有在男生的蓝色体有 所以呢父亲如果的下一代有儿子的话 儿子一定会有 因为他遗传到爸爸的这个有问题的基因 所以只在传孙子的话 孙子又是男生的话也会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从一而终 就是只要是男生 这个家族人都会有 那性脸遗传的比较著名的案例呢 就是血有病 还有色吗 这两个是很喜欢考的 那险性遗传呢 就是我们常常见的卷舌啦 或者是卷法啦 这一类的 那隐性呢 比方说白化症 就是俗称的白痴 那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必须要理清的 就是cancer的 就是血有 跟血有病很容易搞在一起的 叫做白血病 这个就不归为 是蓝色体遗传的一个疾病 这个白血病呢 指的就是血癌 血癌呢 我们一般认为 它是后天的环境 可能遭受到辐射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状况 所产生的 所以呢 血癌呢 它是非遗传的 好那这就是常常出现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孟德尔遗传定律 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呢 主要有两个定律 第一个呢 就是分离律 分离律呢 它指的就是 一对 对有基因的一个遗传 它是随机分配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在比方说他研究的豌豆的高矮 那这个高高跟矮矮 如果你去配高高跟绝对的矮矮 它一定会配出一个很统一的四分四一的一个大数据 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因分配 那如果 他在找这个下一代再来分配的话 他就会分配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也是会出现这个随机的分配 所以他这个分离律都是 他这个分离律呢 都是很绝对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数值出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自由分配率 自由分配率呢 指的就是 它有两组性状 比方说 它是大A小A跟BB的这个系列去配 这是一组 这是第二组 那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我今天 我这一组产出大A小A的几率 在 这一个状态之下 是二分之一 那么同样的这样产生BB 我去跟另外一个人去做交配 他这样子产生他的这个样子比例 AAA 我要再产出下一代 是大A小A 如果我要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希望找到下一代也是这样的话 那他就是这一组 去产生大A小A的一个机会 这一组产生大A小A的机会 其实就是二分之一嘛 一二三四就二分之一 那同样的大B小B也是二分之一 他们两组的一个分配率 是互相独立 不互相干扰的 所以我下一代要得到这个的一个比例 就是四分之一 他们表示他们两个可以是互相 直接去相乘的一个状况 这个叫做自由分配率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谈到的新年遗传跟遗传疾病等等 那当然也有不按照这个步骤来走的 比方说人的身高 他就不是全然像豌豆的高矮跟花色 就是很独立的有一组或两组分开独立 而是互相这个A跟B是互相会干扰的 所以一个人的身高会取决于很多的一个变因 而不是单纯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还有其他的一个去影响 所以他就没有像出现这种很漂亮的一个数据 可以计算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谈到的 就是白化真的很常出现 然后射盲跟血有病 这是大家必须要搞清楚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考古题 好第一个 关于基因的部分 谁是正确的 利用对有基因来控制遗传没有错 那主要是包含DNA不是蛋白质 那血有对不起白血病我们刚刚讲的是血癌 它并不是性恋云传 只有血有病才是 所以C是错B是错 所以答案只有A是对 接下来下一题 夫妻两个人可能谁会生出O型的小孩 O型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A B O A型的人的基因 如果你血型是A型的话 你可能就是大A小A 或者是大A大A 我应该这么写比较好 先把那个比较绝对的写在上面比较好 好对不起 如果是第一款类型的话 它是大A大A跟大A小A 这个都是属于A型 B血型可能是大B大B跟大B小A 如果是O型的 那它就是小A小A 那这一题我们来看 什么样的人可能会生情O型的小孩 O型的小孩 就是要爱爱 那第一个呢 A型的人加B型的人 他要产生爱 他最大的机会就是 绝对不是AA 他一定是AI 所以他要产生最大的机会就是AI 那母亲一定要BI才有机会 如果母亲都是BB 也是成那个方格一处理就完全没有 所以这样才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个产生这个AI的机会就是四分之一 接下来 AB跟B有没有可能会生出这样的小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父母亲是AB跟A 这个应该用成比较好 因为基盘方格表示的是互相作用的一个意思 好 所以如果是AB 这个也是要AI机会最大 如果是大A大A 你也不用做了 因为完全不可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完全是不可能有寸数O型的小孩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是0 接下来下一个是AB跟B AB跟B其实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这边是AB 然后这边是BI 这才有I才有机会 BB也是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没有I 所以机会也是0 接下来AB跟O AB跟O 那么这里是AB O就是II 这也是完全没有出现这个II的一个状况 所以只有A有可能产生O型的小孩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呢 题目是 色盲的男生带有色盲基因的正常女子 这个题目要看清楚 因为我就是很随便看 所以讲的不是很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说明一下 色盲 发病的 状况是怎么样 父亲带有一个色盲的基因 他拿到色盲基因是跟X蓝色体在一起 那还有一种就是母亲 母亲她得到了两个色盲基因 这种就是会发病 另外一种是带色盲的基因 不发病 这种状态就是两个X蓝色体 它有一个有色盲的基因 但是这个正常的X蓝色体会抑制 它产生这个色盲的一个病状 所以X蓝色体是一个很好的蓝色体 所以 我们再来小结一下 就是父亲或者是男性 只要带有这个色盲的女性的 这个X蓝色体基因 他就是发病 女生是要两个 都是色盲基因才会发病 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就不会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解起七体跟第八体 好 第七体 他说爸爸是色盲 所以爸爸带有有问题的基因 跟带有色盲基因的妈妈结婚 可是他却是正常 所以这里是正常 所以他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所以子女得色盲 子女得色盲就表示是发病哦 好 所以谁会发病 他 这个会医治他 所以不发病 这个完全没有基因 所以不会发病 所以答案是50% 好 接下来 第八体 好 第八体 他说一个色盲的男生 所以一样 色盲的男生 跟正常的女子 结婚 那他子女可能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先把他 齐盘方格画出来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你把他互相分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谁会得病 好 正常的AKS会医治他 所以不发病 正常的AKS会医治他 不发病 没有带基因 没有带基因 所以0%的人 会得到色盲 所以答案是A 没有人得到色 好 第九题 你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玉米成长田 用除草线 然后基因改造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跳到选项来看 人们应该要接受 基因改造事物 这当然是不对的 就是想也知道 为了让科学能延续发展 让人类能延续生命 这也是很明显的不对 就是科学发展的目的 永远不是为了要让人类 把生命无限的延长 C呢 可这个望文 就可以判断它是 比较有对的机会 就是从不同的看法 可以知道 对科学的影响 必须要审慎的思考 D呢 它只要出现这种 很肯定的四在必行 我们就知道 是不合一的 所以答案就直接选C 那以上就是在基因与遗传的 一个蓝色体疾病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的后半部呢 我们会再进到 有势分裂跟减速分裂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再进行